大家好,我是愛元神,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繼續給大家帶來崩壞星窮鐵道2.1最新任務攻略 支線,小鎮上的大人物,二金錶超供奉 支線,零片酬導演速度與堅果,狼知道 好,我們做完主線之後呢 我們的任務列表裡面會自動發一個小鎮上的大人物2 那這個的話呢,我們在2.0的時候 帶大家做過一個小鎮上的大人物1 就是做完了2.0主線之後呢 去和這個鐘錶小子對話的 那如果說大家這邊沒有接到這個2的話呢 說明這個1啊,大家沒做過 大家去把2.0的這個內容線給它補完了 然後呢,再過來做完2.1的主線 就可以接到這個任務了 好,我們這邊直接追蹤 來到這個鐘錶小子廣場這個錨點 直接往前,和它對話就可以了 好,對話的話呢,就可以拿到5000信用點 然後它的意思是告訴我們 這個雕像等級提升了 我們之後呢,拿到這個金砂抄之後 金錶抄之後呢 可以接著過來共分 就是這個意思 好,那我們繼續下一批再見 拜拜 先從導演 那我們開始追蹤 大家來到這個 克勞克影視樂園 右上角這個影城大門這個錨點 好,到了錨點之後呢 看到小地圖左下角西南方向,往前走 和這個NPC對話 和這個NPC對話 好,我們對完畫了之後呢 看到小地圖 左上角西北方向 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大家看到我們朝這個方向一直往前走 這邊有個小側門 從這個側門走進去 好,這邊這個側門的話呢 在做主線的時候啊 帶大家一塊把這個砸口開過著 從這邊進來 如果說大家這邊這個門沒開的話呢 從我們下方 大家看到我鼠標放的這個門 進去之後呢 在這邊繞一圈過來 然後把這個門打開 下次就不用再過來開門了 好,接著往前走 前方的話呢 有一個彈珠機 啟動一下彈珠機 在之前呢 也在主線裡面 帶大家調整過的 這邊就直接發射了 好,發射過來 來,我們彼尺往前走 這邊就是一條單行道 我們一直往前走 就可以找到這根PC了 我們上舞台 過來 到這個任務高亮點 那麼對話的話呢 來,我們先來玩這個速度與堅果 那我們選擇這個續集模式 好,大家看到這邊的話呢 達到一萬五千分啊 一共可以領到三個這個獎勵 我們直接開始挑戰 好,這次呢 跟大家來講一些小技巧 好,那首先是 快碰到前面東西尾氣的時候呢 我們按這個躲避鍵 可以觸發這個極限超車 然後這一次呢 有這個兩個夾子的 我們長按這個按鍵呢 就可以了 好,然後像這樣子 碰到這個煙霧的時候 我們按這個按鍵 可以觸發這個極限超車 兩個的時候呢 也是可以這樣子觸發的 好,然後左上角呢 有這個拍攝次數 用完了 我們這個命就沒了 好,然後進到這個模式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盯著這個小東西撞 這樣的話呢 我們這個分可以吃得高一點 然後呢 我們這邊一共是要到這個 一萬五千分 這個路障也是可以觸發這個極限超車的 但是比較困難不推薦 好,這邊要玩得稍微持久一點 那如果說攤得去吃分 到最後 一萬五千分還沒吃到 好,就已經失敗了 那是有點得不償失的 所以有的時候呢 這個東西吃得比較少 沒有關係 那能活下來就行了 然後呢 它這個會隨著我們的進程往後啊 我們這個速度呢 會越來越快 那像這樣子穩健一點 也是可以的 多吃一點這個分數 多吃一點這個分數 像這樣子一塊 就特別容易出錯 容易反應不過來 再來 1,000,000 五千分案已经到了 你现在就可以故意撞这个小东西 大家看到像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奖励就全部领完了 大家看到 好 那这个点就OK了 好 那么这个电影模式呢 大家刚跟着我把这个续集模式拍完 这个电影模式会很简单很简单 然后最后呢 第十关会给一个仓鼠球骑士 这么一个小玩意儿 一共十关 那其他的话呢 都是一些石心虫 这些东西 那大家刚跟着我把这个续集模式都拍完了 再回来拍出电影模式真的很简单 那这个就不说了 大家自己来打吧 好 那我们紧接着下一个这个狼之道 来我们一起打开地图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小基督下方 最底下 如果说大家这边自己这个锚点有开启的话呢 直接过来就好了 如果说大家这边这个锚点没有开启的话呢 来我们先到隐城大门的锚点 到了锚点之后呢 鼻子往前走 前面这两个门口 左边右边走哪个都可以 好 这条红色的长廊 不过路过这个东西 不管它 我们这条红色长廊接着往前走 朝着我们的小基督左边 西方向我们一直往前走 好 到这个墓前面 我们把这个锚点给它开一下 然后呢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下方的南方向 好这个方向 这也是一条单行道 我们鼻子往前走 一直走到底 这边呢会有一个气泡机 弹珠机 气泡弹珠机 好 这边也是在做主线的时候呢 带大家调整过了 直接传过来就好了 好 那么传过来之后呢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越海角 东南方向 跟着这个任务指引往前走 就可以来到这个狼之道的这个 拍摄场景了 好 我们把边上的这个锚点啊 大家先过来开启一下 好 然后开始 憨努兄弟狼之道 进行这个蓄集模式 这边的话呢 需要到这个18000分啊 来 我们直接开始挑战 好 那这个的话呢 是在 刚刚那个仓鼠球骑士的基础上 大家看到 有了一个攻击键 但是呢 我们只能攻击自己身体下的敌人 我们在下面 可以打上面的敌人 好 我们在上面 可以打下运的敌人 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碰到两边都有怪的时候啊 大家还是以躲避为主 好 像这种 两边都有怪的 我们还是长按这个按键 以躲避为主 稳一点 那领完奖励呢 一共是 呃 18000分 要的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左上角 这个拍摄次数 还是一样子 三条命 然后我们在这个 击败了敌人之后 大家看到 我们会进行一个 小小的这个无敌模式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机制 打完了之后呢 把这个面前的敌人给他撞掉 有的时候这个路障看不到啊 大家要当心一点 好 像这种 有这个高度差的 我们像这样子来打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 我们只要开第一枪 把这个敌人打掉之后呢 后面呢 我们就自己这个无敌啊 就可以把它这个撞掉 怎么办呢 是 越到後面越是要當心 它這個速度會很快 它可能有的地方很容易反應不過來 打它熟練了之後也可以在中怪多的情況下開出第一槍 然後瘋狂的按我們這個躲避鍵 把這個上下的敵人全部都給它吃光 這樣的話這個分數就可以打的這個很多 越到後面這個速度越快就越容易反應不過來越難 大家看吧 我們這個分數只要打夠了 到這個多少分 18000分 大家就可以自己就不開槍直接去撞這個怪 然後把這個獎勵全部給它領完就可以了 那也是一樣的打完這個續集模式之後 大家看到這邊的話有這個電影模式 從第一關到這個第十關 最後的話會給這個常駐的一抽是這樣子的 那大家跟著我剛剛把這個續集模式打完 學完這個技巧之後 這個電影模式打下也就非常簡單了 記得關注再走喔